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过在台中却有座传承了三百多年的万和宫 依然紧密与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做结合 成为在地的信仰活动及文化中心 万和宫的妈祖是在空虚23年 由当时的忠兵中国 对大量美洲共识来南敦雷头尖这个地方共识 到现在已经有三百二十七年的历史 是我们台中区历史相互的一家庭寺廟 所以在民国七十四年 经过留意政部 来入国家三级五十 上面当时就是 丁田的妈祖老大妈 过来这就是老姨妈 丁田的妈祖 都没有家里都在里面 老姨妈就有家庭寻 老姨家庭寻 所以他们就是 和这万和宫就是说 不同族群的人到台中来开困 万众一心 到和睦相处 所以和这万和宫交易 本着妈祖慈悲伟怀的精神 万和宫在公益事业上也不落人厚 除了在92188水栽永约捐款 平常更是全力支持台中的经销工作 尤其是在文化及教育方面 更是获得各界一致称赞 妈祖刚好有这个机会 颁这个奖学金 那孩子的成绩也都很优秀 那刚好在这个机会 要好好地感谢我们的妈祖 看过很多庙宇 他们主要篇重的活动 都是在于一些 像是去敬香啊 或是就是拜拜啊之类的 那但是万和宫给我感觉是 他会照顾他的信徒 那他本身就是有一些 像图书馆之类的设施 可以给大家使用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 跟其他地方非常不一样 那我会觉得这样是 非常好的一个组织这样 除了公益活动外 万和宫在保存在地文化 及提升地方艺术气息方面 也不遗余力 除了多次举办美展及各展位 今年更是重新装修文化馆 配合画展及新书发表会 为在地文化做出贡献 我们万和宫为了让这些艺术家 无论是书画的 做陶器的都有一个 在我们的地方有一个发表的地方 所以是一个万和宫的创意意乃 一个庙宇的文教基金会 然后却非常投入非常多的精力跟金钱 在这个文教的活动 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那最大的受益者 其实就是艺术创作者 跟所有在这边 能够参与这个文化活动的一个民众 对于我们从和乡土教学 他们来这里体验 转软角要看什么 来 来 这里转软 转软角 妈座在这里 他们这里转软角 出来后 看到妈座的光芒就照在你的身上 对我而言我觉得万和宫除了是在地方上 非常非常重要 稳定民心的一个民间信仰中心之外 它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 不仅支持在地艺术 万和宫在文化上的贡献 还有保留重要传统文化 至今仁保有全国仅有 已经传承将近两百年的中央民俗庙会活动 自信系 在这两百年前 幼境回来的时候 做新疆 更加重的 不可以更不愿意 所以大家认为奇怪 为什么更不愿意 就是妈座要说 性质还很好 要再处理社 所以大家就跟伯伯说 没有妈座你不要处理 我来做 序让你看好吗 结果伯伯都想处 新疆就能入院 从隔年起 自信系年年开演 每天由不同姓氏演出 往往连演一两个月 至今不绝 规模也从当初的十二字信 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八字信 所以很多人说 要来了解台湾区 就要找万和宫 才有这些资料 万和宫是台湾最有人气的神明 万和宫则是中部地区 历史最悠久的万和宫庙宇 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 万和宫也积极参与地方公益 并与在地文化做连结 使得这座三百年的古煞 至今仍散发出 源源不绝的火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